所以下柯文哲卸任之後 接下來要準備2024總統大選的地方 就位在台郭大樓這邊 問問直擊目前辦公室的狀況 已經有辦公桌陸續進駐 放入四張以上辦公桌後 空間看起來的確已有辦公室雛行 不過另一頭還有電纜線外露 空間整修中 柯文哲卸任後的辦公室 成租三個空間 包括二樓兩間 三樓一間 另一間辦公室則對放不少網路線 顯示辦公所需器材逐步到位 選後柯文哲秘密籌備辦公室 不只大樓員工都沒看過本人輸入 人事布局也保密到家 據瞭解柯文哲愛將 悠遊卡公司總經理 邱玉凱確定會進駐科辦 負責選戰策略主軸口號行銷等 另外像是柯文哲高中同學 北傑董事長李文宗 北市府發言人陳志涵 社會局長周餘修 以及前立委蔡壁如等人 市府派是柯文哲重點研攬對象 但前柯文哲核心幕僚 卻認為這組合有待磨合 三個人在以前在市長寺 就有一些恩恩怨怨 那蔡壁如曾經因為邱玉凱的 所謂的僑兵役的事件 把邱玉凱請出市長寺 總統競選辦公室能夠夠大啦 我覺得這三個人不知道這些空間 容不容許他們三個人在裡面上演 這個後宮徵團傳 據瞭解柯文哲擔心進辦 跟黨中央出現雙頭馬車狀況 民眾黨部將不設主席辦公室 但要搶攻二零二四大位 柯文哲進辦還沒正式啟用卡位戰 林凱已經悄悄醞中 三粒新聞林凱鈞 那本金銀特報道